審計部列出高端多次延遲交貨 超過三十天 衛福部卻不罰 等五大缺失 行政院長蘇貞昌就表示 疫苗是戰略物資 如果違約 該罰就罰 而高端也成為首都選戰的焦點 蔣王安批評陳時中 當疫情指揮官的時候 政治凌駕防疫 黃珊珊說 陳時中當時掌握國家最大權力 當然要承受最大的責任 但是陳時中對此也回應 已經卸任部長不該躍權法言 國產高端疫苗正義延燒 審計部列出高端多次延遲交貨 超過三十天 衛福部卻不罰違約金 以及疫苗採購不公開透明 等五大缺失 衛福部愛空護航高端 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 疫苗是戰略物資 如果違約該罰就罰 疫苗是戰略物資 每一個國家如果能夠自己製造生產 都要盡量的能夠自己製造生產 那相關的規定 契約的約定 如果有違法 那自然就一約而行 該罰就要罰 對於審計部指稱疫苗採購 封存三十年 因公開採購情形 薛樂園重申 沒有封存三十年 是文件保存三十年 也否認高端疫苗 一劑要價一千多元 台北市選證也聚焦高端疫苗 民進黨陳時中日前表示 已離開衛福部 哀哄不負責任 陳時中十四號澄清 他已卸任不應越權發言 如果我現在在對衛福部的政策 或相關的這些說明在講 他們又說我會說三道四 又離開了這個職位之後 又越權講話 我不是一個越權的人 我要尊重體制 在人民最痛苦的時候 他去阻擋疫苗的採購 甚至措置了疫苗採購的順序 延遲了快篩世紀的購買 才會造成今天的困境 蔣文安在批陳時中當指揮官時 阻撓疫苗採購 政治凌駕防疫 黃珊珊則批 萬華從來不是缺口 別再消費萬華 對於北市防疫成績 被陳時中打七十分 黃珊珊也高分被回擊 陳時中說若時光倒流不會接防疫指揮官 黃珊珊擇批陳時中當時掌握國家最大權力 當然要承受最大責任 記者黃珊珊 張志佳 陳昌偉 台北報導